《自然的修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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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讲这个 自然的修行方法 在古代啊 印度的这些行者 修行人 他喜欢总监机 总监机就是在浑木 在浑木的地方 修行 或者在树林 树底下 在树底下坐 在浑木间睡明 这是古代的行者 是这样子的 在佛陀时代啊 像大结业尊者啊 他也是喜欢这样子 做过这个 陀陀的修行 我们在印度看到 也有很多行者 随便的 很随意的 他很喜欢 坐在垃圾堆旁边啊 坐在臭水锅旁边啊 他都是这样子 那晚上呢 就到浑木 啊 浑木间去睡 那 现代的修行 啊 当然不需要说 你要那么过那么辛苦 在树下坐 到浑木间去睡 便不需要的 我们修行人 只要有苗 毛盆 毛盆呢 很简单的这个 这个住的地方 能够挡轰 挡椅 不一定要睡很好的床 不一定要睡很好的床 只要你能够睡得很光明 睡得很清净 挡轰挡椅就可以了 因为你不挡轰挡椅的话 生病啊 对你自己的肉体啊 是一种啊 啊 损害 对自己的修行也是一种损害 不一定有得意的 所以我们要适合于自然的修行 自然很自然的修行 你住的地方要挡轰挡椅啊 那么要合乎卫生 像在垃圾堆里面啊 在浑木间啊 在浑木间啊 这个树啊 有时候也有毛毛虫掉下来啊 那么在浑木间啊 也不一定卫生啊 这个都是影响修行的 所以还是合乎现代自然 比较好一点 另外我还谈到啊 有一种啊 是自虐性的 自己虐待自己的修行 我说中国人啊 这个烧这个戒巴 投上这个点 这个戒巴 那是只有中国的和尚才有 世界上的 世界上任何一个佛教徒 任何一个出家修行的 没有点戒巴的 只有中国才有 是中国人发明的 烧戒巴的 那个有点自虐啊 就是说 你烧痛 做一个记号 那么有的只烧三个 有的烧更多 有的呢 他烧了全身都是 不是 他把这个衣服一脱光 上衣脱光啊 哇 整面都是 背上也是 手上也是 脚上也是 这也是一个方法 他是说 让自己知道戒力 只要犯了一次戒 马上就再点一个 犯一次戒就点一个 所以我听说 有一个法师啊 全身都是戒巴 这个还不是 这个还是小事 用佛烧身 这个还是小事 还有烧纸供佛 这个就是比较厉害一点 他们讲烧纸供佛是这样的 纸头伸出来 用这个布缠上 浇上了汽油啊 没有 一点佛 就烧纸 说这个纸头是要供佛的 然后呢 用夹纸把这个肉夹掉 剩下骨头 啪 连骨头都折断 这是很痛很痛的 烧纸供佛在我们密教不胜行 以前在显教在中国大陆有的 烧纸供佛 那么密教你把纸头烧了 一剪断的话 你怎么解手印啊 你手印都不能结了 中国大陆以前有烧纸供佛 这个是自虐的 也是违反自然的 你知道 砌掉一个纸头以后 哪东西都不方便 做事都不方便 所以这个不可行 更严重的 父佛外道里面 还有全身啊 还烧共佛的 自反 有吗 在越南 很多和尚 以前为了这个抗争的事情 他就这样子 自反 自己身上染上呢 这个汽油 没有 就一点佛 就全身 他认为这样子是供佛 这个就是违反 你一个行则啊 生命啊 也是很重要的啊 我们知道 生命有两种 一种是你身体的生命 一种是你智慧的慧命 两种 两种生命 智慧的慧命啊 来自于身体的生命 身体的生命啊 是修行的根本 你没有身体 何来这个智慧呢 所以我们重视身体的修行 在密教里面 重视身体的修行 身体很珍贵的 身体的调养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修气嘛 一定要这个身体 修气就是修心 心气不饿嘛 那你气要调的好 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身体嘛 所以我们啊 生活中是心跟物啊 是合一论 心物是合一的 身心是合一的 身心是合一的 身体很重要 怎么可以随便把指头 就给它断了 说这是供佛 还染指啊 把指头染了 供佛呢 这个不可以 到最后 演变到最后 就是啊 这个 染身供佛 把自己身体都染了 都供佛 那这个是已经 比较极端了 走的已经 比较极端了 所以在这方面啊 我们是合乎自然的修行 不要去走极端的这种路 另外还有这个 头颜 什么叫头颜 闲癌啊 你知道那个闲癌 以前不是中国大陆 还插了一个牌子 叫舍身癌吗 为什么叫舍身癌呢 就是说你跳下去了 我身体已经供养活 菩萨 所以我跳下前来 我就可以成佛了 成仙了 这个也是违反自然 没有修行 是叫你说 把自己生命舍掉 当然古代啊 在这个佛陀时代啊 有舍身为佛 把这些 老佛饿了 那么你菩萨心肠一发说 哎呀我去为佛 为老佛好了 那是古代啊 那种精神啊 当然是很好 精神上是很好 但是你还没有修行成果的时候 然后把自己生命舍掉 这样对吗 所以不能做这一种 啊 一面的事 你不能说我要舍身 啊 舍身 啊 舍身为佛 舍身跳下贤癌 你就可以成佛吗 这个已经思想已经走上了一个极端 思想已经走上了极端 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是违反自然的 因为我们认为生命啊 是修行的根本 生命非常的珍贵 你需要保有这个生命 你才能够修行 你不是说我舍掉生命 我就可以成佛了 假如你为了众生 为了很大的这个好像是说 一种去舍身 啊 为了好像为了一个国家啊 民主啊 人啊 众生去舍身的话 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其他的就 不可以 今天谈到这里 我们晚点备会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